新闻相机的报道节 CNN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 这个报道是一架B-52轰炸机 在美国的路易斯安娜的空军基地起飞 起飞了以后越过整个太平洋 经过了阿拉斯加的阿里尔森渠道 到了南韩跟日本 然后呢它往下走 几乎在中国的东海这边绕了一圈以后 又回到了路易斯安娜的这个空军基地 它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在美国本土起飞的B-52 它可以在48小时 这一阵子花了30个小时 它就抵达了西太平洋 它就抵达了中国的一个门口 它在证明一件事情是 当美国在本土起飞的轰炸机 它在30个小时内 它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进行攻击 这个对中国来讲 当成是一个极大的挑衅 而且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证 苏利文讲 苏利文说 台湾有事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发生 因为美国现在很清楚 现在台湾它完全不能丧失 也不能任何受损 现在还做了一件事情 岸田文雄跟拜登界面 你就看到非常高规格 也去强化 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合作 两个国家的合作很清楚的 美国 日本 韩国 接下来台湾 菲律宾已经连成一线 连成一线就要求中国 你不可以轻举妄动 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六位来宾 对大家非常首席的财经专家 黄磯 宋敬 大家好 好 这是梅道 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指甲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 都在关注一件事情 原来美国在四月初的时候 派出他的B-52轰炸机 从美国本土起飞 刚刚讲飞了2.1万公里 完全没有停顿 直接花了33小时 飞到中国的家门口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衅 非常严重的警告 而你说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 要做这么大动作 你说现在局势真的太乱了 现在刚刚讲到 现在中国跟台湾之间有这个纷争 现在在中东有问题 现在俄务也有问题 它不能再闹了 宝贤 最近一段时间来说话 中国跟美国领导人都在下棋 为什么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 但是你知道吗 为什么他们要下这个棋 因为现在处处都有战场 宝贤 我们先从中东来讲 现在对美国来说 它最担心的反而是中东 因为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 这个伊朗即将对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真的假的 对 美国的情报单位 已经告诉了以色列 不是讲说伊朗不敢吗 没有 以色列军方 不是讲伊朗不敢认以色列吗 以色列军方也已经准备好了 可能会出动就是 大规模的飞弹攻击 或者是无人机攻击 美国的情报是说 它可能会透过伊朗 或是伊朗的代理人们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所以现在中东局势 开始在急转之上 你看 这几天油价在大涨 金价也在大涨 所以显然已经有人闻到 这个不寻常的味道了 你说中东不能善良 对 另外一个 俄乌战场现在也是非常的混乱 非常混乱的时候 这时候呢 拜登不希望台海有问题 特别希望中国 你不要轻举妄动 所以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拜登先是跟习近平讲话 讲话没多久之后 中间发生一件事 我们从而都不知道 CNN今天才报道 4月1号的时候 美国出动 从美国本土 派一架B-52轰炸机 用33个小时时间 抵达 没有落地哦 抵达到东海这个地方 然后跟日本 跟韩国的空军 进行了连统演练之后 回到美国 那讲到他为什么 做这个动作呢 抱歉 B-52轰炸机可以携带 20枚的AGM-86B的核弹 这有很厉害吗 这是所谓的三位一体核弹攻击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从美国本土飞过来 假设我关岛这边都被你摧毁的时候 没问题 我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 我照样可以攻击你 我就觉得很困惑说 以前他的B-52车都从美国 然后飞到关岛 飞到关岛 再来飞到西太平洋 这是怎么会从美国本土 直接飞到西太平洋 原来他的假定是说 如果就算是夏威夷 就算我的关岛出问题了 对 我的美国本土也是我的备原基地 所以他告诉你什么 你再怎么样 我还有一个从美国本土出发 我可以抵达到这个地方的 对你的核打击 然后我AGM的核弹头 射程就是1300公里 而且我可以跟日韩联军 一起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等于是到你门口 叫你不要动 请不要心急妄动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1300公里如果到他的家门口 第一个你的北京 第二个你的整个新疆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 涵盖范围来说话 可以连这个重庆什么都可以打到 所以等于是中国西部 东部所有主要城市 我都可以攻击到你 所以这个当然对你 恫恶音乐非常大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这几天的时候 拜登要接待谁 接待岸田文雄 高规格的这个接待他 另外一个小马可思 在明天 这个今天晚上 也要跟他们三番会谈 所以告诉你什么 我不只是有军事同盟 我还派了B-52轰炸机 叫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而且你说你飞机来就算了 他还特别想到 我的B-52有什么东西 AGN86B 对保洁 那有意思的是什么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美国在接待 这个岸田文雄 在接待小马可思的时候 我们三方准备要 这个军事同盟的时候 CNN就给你提出这个报告 而且这个报告 就明明是4月1号这个飞行 为什么你现在才要播出来 所以当然 刚好在岸田文雄访中的 访美的时候 所以就是有安排的嘛 好那你知道 他这个怎么说呢 他事实上 CNN登上这一次的飞机 他还特别写了一个报道 他从路易斯拉那州的 巴斯克戴尔空军基地开始起飞 起飞之后 飞过阿拉斯加 然后经过俄罗斯的东部之后 抵达到日本跟韩国这个地方 然后日本跟韩国的飞机 一起起飞之后 他们在东海这边进行了演练之后 然后他再飞回到美国的基地 在整个过程里面来说话 这个B-52 他们是有真的有 载一些相关的 这个飞弹过去的 好另外一个 他又说什么 飞回来的时候 地帕空军司令就直接讲 阿玛格斯特就说 我们有一架B-52 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 48小时之内会提供 那如果你回头看看 俄罗斯还有中国的领导成本 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宝洁简单的来说啦 他这就在告诉你啊 我们这样 我们这个控美国本土 你是有办法攻击我们美国本土吗 没有可能 我们有个最后的手段 就是从美国本土 飞行的B-52轰炸机 他可怕在哪里 我从路易斯安那州起飞 总共来回2.1万公里 2.1万公里 我在空中 我都没有停下来 我居然 我可以飞这么久 不用降落 对 这叫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同温层堡垒 可以完全不着地的 这样直接就直接飞到 这个地方 所以是非常可靠 但是证明说 不止可靠 我还可以带核弹头 那我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非常令人紧张呢 因为第一个 他这个AGM-86B的核弹来说 保抑很简单 因为他其实是在A型的改良之下 他的导弹场带是 约莫式带是6.36米 然后这个直径是0.93米 另外一个 他可以载什么 他可以载走核弹头 就是W-80-E的小型核弹头 他的核弹量是20万吨 小型核弹量20万吨 这是什么概念呢 什么概念 就是13颗丢在广岛的小南海 13颗 对 所以你看我可以带几颗 我也可以带8颗 所以我会直接过去 你要知道他这等于是 我跟你讲 这真的是很不友善 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美国目前在本土还演练一个 他可以搭载这AGM-158 这个逆中的飞弹 那逆中飞弹来说话 保洁他事实上他攻击的这个里程数 没有像我们刚才讲核弹头的这个 有1300公里 他这个攻击大概是 这个300公里以上 但是他主要是用来这个B-52必要的时候 我不要带核弹头 但是我可以带炸弹去攻击你 所以他们不断的演练就是 把B-52当成是一个最后的攻击手段 而且这个逆中炸弹是你防不胜防的 你根本完全没办法拦截的这个情形 而且美国对中国 你不是只有军事的威胁 像刚才讲 他在外交的这种结盟 也是绑得越来越紧了 而且不是只有B-52去轰 吓吓你之外 他要什么 他要做给 我的同盟强大到让你无法抵抗 第一个你看 这几天岸田文雄不是到日到美国去访问吗 他想这一次拜登给他十足的高规格 你看拜登他们还找人亲自到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去接你 接你不说你看拜登在白宫等你这个过来 过来之后他们一起坐上这个B-52的 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专车 坐上他的专车 他们就在里面拍照 拍照之后然后一起去吃晚餐 吃晚餐之后 然后又有国宴一大堆货 对你是极尽这个接待智能士 好那还找国宴上面还找柯林顿 美国的Tim Cook全部都来了 好那告诉你做什么 第一个美国现在你看Cook就去了 美国现在要跟日本全面的升级 不是只有这个军事同盟 他们现在在什么 他们在讲的AI也要同盟 然后半导体要同盟 什么都要同盟 你看他还找了微软研究室的恐怕会从中国到日本去 微软也要去中国了 去美国日本了 对那你知道包括说像这一次他们讨论 亚马逊他有回答 也准备到日本去大举投资 所以告诉你说现在美国跟日本要牢牢的绑在一起 好紧接下来我们就看嘛 小马可市来了 他们两个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绑住小马可市 这就是目前为止 美国大概对中国所做的一些微迫 不是 我那麽也做了一个独家报导 就是伊朗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 要去攻击以色列 我当想怎么可能 现在刚刚讲油价也涨了 金价也涨了 而且全世界都非常紧张了 是 现在所有相关的情资 包括国外媒体的报导都说 现在已经不是伊朗会不会攻击以色列 而是早晚的问题 什么时间点 一定要打了 对 已经退无可退 那整个中东的情势不是就升温了吗 完全升温 而且我跟你讲 本来大家还讲说会不会透过代理人 从北部 然后曾主党 没有 这一次就直接 因为伊朗已经呛声呛得很明白 他说你在4月1号的时候 是针对我伊朗在叙利亚这一部分的 一个大使馆进行攻击 你狙击了我12个军方的领导人 你对我是赤裸裸的敌意 你是完全攻击我伊朗 你说伊朗下不了台了 下不了台 然后这是4月1号的事情 然后他们已经其实在暗部就班 已经想要给你一个报复 没有想到4月10号 也就是在穆斯汀来讲是开灾日 原本有点是庆祝的一个节日 没有想到又发生什么事情 以色列竟然又开始去发动攻击 他又挑衅了 又 对 又攻击了 而且这次死的人 事情大掉了 竟然是哈马斯的领导人 哈尼亚三个儿子跟4个孙子 后来本来以为是外传 后来证实 哈尼亚他就直接跳出来 而且他其实语气还蛮平淡 他就证实说没有错 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我的三个儿子跟4个孙子 都在这一场的狙击里面 然后都已经罹难 然后他去 所以他就讲了 其实讲白一句话 邪海深仇 我不得不报 所以现在变成是 感觉上有点骑虎难下 如果你在现在 可怕的是哈尼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没有愤怒 没有情绪激昂 他非常平静地表达 邪海深仇 是 所以现在开始人家都会发现说 伊朗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做全族的准备 什么准备呢 无人机这个部分已经全部到 还有调动相关部队 更重要的一件事是 飞弹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就说搞不好这几天之内 就真的会直接从伊朗那边直接射飞弹 射到以色列那边 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 拜登直接都跳出来 希望这方面讲清楚 他不断地去用强调 非常强硬的语气 去发现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就是我们对于以色列这部分的承诺 坚如铁甲 我们会竭尽所能的保护以色列 那这换句话说是希望在你伊朗 在发动攻击之前 你要想想你可能会付出的代价 所以这整个中东的局势 真的看起来是一触即发 董事长 现在中东的情势真的有点失控吗 现在全世界包括布伦本都讲 现在伊朗他已经准备战争了 他已经不是打不打问题了 而是什么时候发动战争了 这个还是一个大背影 是美国选举嘛 美国选举的情况到11月份 现在只剩下六七个月而已 情况越来越紧张 选情紧张 战况也紧张嘛 然后第二个来讲 这次是谁先发动攻击的 以色列 是以色列先攻击嘛 以色列把伊朗的这个 在这个附近里的旅长的指挥官 连同11个12名军官 全部都在三宗行动干掉了嘛 而且就在伊朗大使馆的隔壁 就非常精准地 用他的空军F-35进去 逆中攻击成功嘛 用F-35攻击的 对 根本来无影区 无中就把你干掉了 那这种情况下 那你说在伊朗怎么办 在伊朗说要发动攻击 注意啊 你注意他的用志 对 他这里面来讲的话 他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从伊朗本土发动攻击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胡塞组织 跟周边的组织发动攻击 所以我觉得这个攻击的 行动的第一波的阻力 还是会在他的周边的一些 胡塞组织的外围阵策 发挥发动攻击 但这种攻击来讲的话 以色列更不甩他了 而以色列主要的目的 他这个挑衅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他要提高你的中东战士的温度嘛 所以他真正的以色列的目的 你说以色列想要闹大 以色列当然要闹大 以色列要彻底把这个哈马斯干掉嘛 以色列不可能不干掉哈马斯 那现在目前的战况 就因为人道救援 那是美国各方面的 所谓的阿拉伯斯 穆斯林的压力 搞得这个以色列不能动 所以目前不是在停战状况吗 这段时间你要打过来 不是刚刚好嘛 对不对 那正合以色列 拉坦亚胡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纳大友是在求战 他当然求战了 他要很快 他因为他已经打了大半年时间了 对不对 他剩下最后这个拉法 这个城市能不能拿下来 把剩下最后的残兵 余勇一次把尖灭掉 就要做一个最残忍的一次的地面攻击嘛 那这个攻击一直被美国跟欧洲 跟所谓的阿拉伯的一些温和派的国家 挡着 阻挡在这边嘛 那现在目前 那我请问你 为什么今天是有美国媒体要报道这个事情 为什么欧洲媒体不报道 对 为什么 对不对 而且是布伦布尔报道 对 这就是美军的情报嘛 美军的情报就告诉你说 那这个报道的情况来讲的话 那你难道不认为说 他同时这个情报也是对拜登是有利的情报吗 但是这里面搞半天回来 又回到政治 又回到选举嘛 再回到选举 搞了半天可能他就警告你不能动嘛 对不对 警告不能动 同时他还有航母重队在外面 他真的 伊朗真的敢动吗 伊朗是不是真的会动不知道啦 但是搞不好 我看是以色列是非常想动 那以色列如果想动 所以他现在马上表态啊 他说我第一次说你动我一定干你 对 他这个他话先讲在前面 他不会让你突然间发生了事情 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一定是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嘛 他现在国际上的事情闹得越大 他目前打着国际牌啊 你看看没有 他在华府接待了谁 就像亚洲的领袖嘛 他把阿库扩大 扩大到小北约 通通扩大了嘛 然后中东给人家 准备给你大干一场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谁有利 当然对当权派 对当局有利嘛 所以他嘴巴很紧张 底下在煽火 拜登在打 也要利用国际的情势操纵 成对他有利的一个 选情的状况出来嘛 这个整个情况发生当中 你发现不见了 谁不见了 谁不见了 川普不见了 川普没有舞台了 国际媒体每天报导 每天的ABCCNN 每天新闻报导 你看 都是拜登 这个秀做得太离谱了吧 B52飞它33个小时 然后带着谁 带着CNN记者 他为什么不让川普也坐在上面 对不对 做秀嘛 然后挑衅谁啊 中国 挑衅中国 中国你看到习近平这两天的态度 有需要被挑衅吗 没有 没有啊 他对叶伦的态度多客气 对不对 还喝啤酒 还请他吃什么麻婆豆腐 他开心得不得了 高高兴兴的老太婆上飞机回来了 结果你这边B52来了 在干什么 这都是好莱坞式的选举策略嘛 整个就是充满了不同的画面 每天在电视上面展开 搞半天的结果就是选举 选举 但是他就是用美国总统的资源 跟美国总统的力量在操纵选举 你再讲很简单 我们讲他最操作一个最low的就是 岸田文雄嘛 岸田文雄现在民调几% 几% 20% 20% 20%是低于美日本的所谓的 30% 执政死亡线 要挂掉了 要准备搞 再搞下去 他的政府就从又改选了 他为什么搞到一个岸田文雄 搞到这种东西出来 岸田文雄已经准备跟金小胖见面了 金小胖都要见面 他跟他搞个在美国的这个玫瑰花园 弄个国兵元首会议 那两个人到底会议的结果是什么东西 我讲坦白了嘛 那日本人你看得很简单 日本人挂个小国旗 美日国旗 那你看拜登为什么不挂美日国旗 没有 只有美国 你们白老大 你就睡了 那日本有没有花钱 这一定花钱的嘛 这个很简单嘛 在美国选举要花钱啦 美国选举要抢 他都是要花钱的 所以日本要抖内 当然抖内也都不在话下 然后日本搞这个最厉害的 日本是什么样 日本是日本 日本他的政治制度里面就撂停政治嘛 撂停政治是干什么 就是撂台事嘛 他不会瞧这个 突然间跑出来一个民调20% 跑到白宫 变成九年来最高规格接待 平常会有吗 不会 选举嘛 选举你有开了吗 你有开了就有啊 蒋川一文不值 全部在打选战 会不会打起来 会 会不会非常无限战争 不会 绝对是非常区域性的有限的控制的战争 现在的这个中东的情势真的比我们想象来的更恐怖吗 真的有那种一触即发的味道吗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布鲁格尔也好或是CNN也好 这些都是属于亲民主党的 那亲民主党来讲拜登政府放出这种消息代表说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 做准备什么呢 伊朗有可不可以动手 怎么讲呢 他的无人机还有他的飞弹都准备好要攻击以色列 而且以色列也呛响了 他说如果你伊朗敢动手的话 我绝对打到你的伊朗境内 这个对伊朗来讲的话 他曾经也被以色列打过 他不是说没有被打过 所以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拜登现在要求中东所有国家包含 沙特阿博 巴林等等这些国家 你们去劝伊朗不要动手 你如果伊朗要动手的话 今天来讲美国已经表示了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绝对反攻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中国会不会蠢蠢欲斗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会不会俄国普丁盛世的去 在大规模的攻击乌克兰 所以整个局势会非常混乱 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派B52到这里绕一绕 不是只有越伦去看一看而已 越伦是警告他们说 你不要去支援俄罗斯 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 中美之间在进行这个军事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也派了B52来威吓中国 你也不能轻举妄动 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局势那么紧张 刚好碰到赖清德 吴恩林 是现在准备要救了的时候 现在的国安体系的人马来讲的话 为什么是大风吹大家被绕一绕去而已 事实上就是在求稳 为什么要求稳 就是美国也担心说 这个在台海事件来讲的话 陷入一个动荡的局面 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大军压境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 苏立文讲的没有错 就是让这个台海的有事不会发生 永久不会发生 他讲了永久不会发生这个事情 代表说他全面的要威吓中国 不能轻举妄动 董事长 今天那也说新消息 林嘉隆有可能去接外交部长 这个到底是派系妥协的一个结果 还是我今天把林嘉隆放到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意味吗 林嘉隆本身愿意在内阁内继续担任职务的话 未来他进口宫退革守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然后最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目的 就是有一个大家共同的目标 什么共同目标 把吴昭谢赶走 什么叫把吴昭谢赶走 吴昭谢干太久了嘛 因为干太久以后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内部会有一些腐败的问题等等问题 那稍微清理一下是比较好一点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外交部 吴昭谢一定要走 吴昭谢如果是高僧嘛 就是民生暗将嘛 因为他去当了这个 国安会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没有钱啊 没有资源啊 外交部长有秘密外交耶 秘密外交你知道吗 凯治外交跟秘密外交 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每一任的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整个加加起来 有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发财的途径嘛 你知道吧 但我不是暗示任何人啊 外交不是有钱有钱 外交部有钱啊 有很多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洛鲁兰外交 骗了我们台湾人 骗了一亿美金啊 有个人金 有个姓 有个中间人叫金什么 姓金的一个中间人 这些偏来偏去的事情很多啦 那这个事情让林佳容这个 比较青年的人来接外交部长 把这个事情清扫一下 好 玉逢 另外就是这次法务部长 跌破大家的眼睛是有可能 由北检的检察长来担任 看他根本就郑明签 对 他根本就坐着直升机上来的 对 其实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投论的是 他要当法务部的部长 但其实他当这个检察长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已经跌破眼镜了 因为那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人是 叫林景春 林景春是北检的检察官出来的 然后当到香烟月主任检察官 所以过去来讲 北检都有这个传统 我要用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养成的 然后你过外面历练之后呢 回来接我们北检的检察长 要跟正苗红 对 要跟正苗红 结果呢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选 大概有六个人选 然后呢 其实都跟北检有相当的一个关联 然后这六个人选里面呢 没有郑明签 郑明签跟北检没关联 对 结果开牌之后呢 那个六个名单都没有关系 结果就是他了 所以刚才讲 他以前当过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 云林的检察长 廉政署长 廉政署组委秘书 你看他的经历 不是北检出身的 对 他还在金门当过 结果直接高升北检检察长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并没有进到那个六人名单里面 所以大家讲说开牌说 他不在名单 一般来讲 检察长的名单 你是要勾选的 那你就没有在名单里面 我要怎么勾 所以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说 他从台南一路上坐着直升机上来 那个就是有巴固的 就是有实力的 所以他在北检的期间 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 怎样努力 对 其实那个时候呢 其实他之前是在连政署 他在连政署的时候呢 九合一之前办了林之庙 把林之庙修理到金门乡 林之庙是他办的 对 你有看过 其实他是要选连任的哦 他在九合一之前 刚才修理到金门乡乡 在半夜 然后呢 兵分三十六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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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媒体拍照的时候 劈头散法 这个就要选前 然后呢 他后来选后 办安安 高红安 高红安也是他办的 对 也是他办的 那时候选后 其实他还是立法委员 他还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但是有需要就出手 而且这两个都修理了 你说他有两个重要的战绩 第一个是他在当连政署长的时候 去修理林志标 当然讲就是兵分三十路 直接到了宜兰县政府 罗东郑政府 还有林志标的官邸 住家官邸全部搜索 搜索完也就算了 他把他周边所有的 包括罗东郑政长 他的倾家 全部都知道到案 全部够到案 到案以后就算了吗 我就每段时间就查一次 每段时间就查一次 我跟你从里到外 从上到下 我把你扒了一层皮 扒了一层皮 你说他现在有被判刑吗 没有被判刑 照讲以前你扳了这么大的动作 没有被判刑 这是你的污点 没有想到这些据是升官 升官就算了 他居然还又弄了高红完 等于是别人不敢碰的 别人不敢做的 他都敢 一般来讲检察官他只看办案 对不对 所以在九合一选举 九合一选举是多大的一个选举 险前选后大家都会稍微hold一下 不要被人家讲说 你是不是政治力介入 他没在拖 给你够了 你看哦 他这罗东正常全部弄起来 不管他现在法院方 还没有一个结论 但是你看那个画面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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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那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震撼 另外高红安 他也是选后 而且他那个时候 是当选了新竹市长 而且他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一样想尽办法进去 到立法院里面够了 所以你看到之后 其实高红安最怕的人应该就是他了 因为他那个时候 其实他那些仗有没有 就只是gossip 只是什么 一个八卦一个传言 你去 留了 弄下去了 所以你先看 以前一般不会这样去对付一个立法委员的 对 而且一般不会在九合一选举的选前选后 所以这明天他最大的能力 就是 只要有需要 不管你选前选后 他都可以处理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林志庙那个时候的画面 出来劈头散法 高红安呢 他那个起诉书写的跟小说一样 你看哦 怎么可以委员进来拿公家的钱 去买他的个人卫生用品 然后呢洗头发 那有多少钱 如果在过去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不会被人家媒体透露出来的 但是当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后呢 跟红安的整个社会形象 是不是太可恶了 你一个月立法委员十几万 你怎么可以去弄这些钱呢 所以其实这两个案子 不管大家怎么看 其实办得漂亮 而且跟他讲 有的东西他可以高高举起 有的可以轻轻放下 像罗志正这个 就轻轻放下了 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 罗志正那个时候 录音党 你觉得是不是真的 我都觉得是真的 也没有人否认是假的 可是呢北俭 大家不敢碰的东西 来我来办 但是 你办出什么了 没有 这个就是艺术 选举都选完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成规成土归土 反正罗志正他就没选上嘛 没选上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面 这个案子 偷入走走 你是夺的何等大事 对 他都可以把他胡胡无事 这个是一个厉害的哦 因为那个时候罗志正他的选区是在新北市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没有人敢碰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有司法上面诉讼系数的问题 我北俭先办了 你们其他地方不能办 就算罗志正是新北 新北来 应该新北地点署来办 但是来讲 我办了之后你就不用办了 那对陈峰 对赏官来讲说 安心了 没事了 你看哦 选完之后呢 是不是真的就安心了 没事了 好这位董事长 你说今天整个内阁民态里面 最精彩的 对未来影响最大的 就是郑明谦了 对 法务部长了 法务部长是这里面的最大的亮点 大家看都看不懂 到底这个内阁在干什么了 我讲简单一点 我问你半年内 他赖清德最麻烦的就是他的民调 他总共得票率40% 然后蔡英文的民调50% 他要不要赢蔡英文 非要赢不可 他怎么赢呢 他很困难嘛 只有一招而已 只有百分之一百 只有唯一的一招啦 就白后的汤漏下去了嘛 他就把很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 台智光办了就好了嘛 把柯文哲起诉 不是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 就柯文哲只要一起诉 所以司法 来整理国家 所以前两天 所以就跟习近平上台以后 反贪腐 对 反贪腐 然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 赖总统怎么讲的 心灵改革啊 心灵改革太重要了 那些心灵肮脏的人 通通拿出来轻轻改革一下嘛 那最大一个老鼠是谁啊 就柯文哲嘛 柯文哲都乱搞了一大堆 一大堆的案子啊 就在台北台智光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菜市场 对不对 对啊 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 那个金华城 对啊 还有免费办 那个朱棣 朱五十年 对 朱棣 朱棣 新光五十年 他的副总统 就是他自己 就柯文哲的败刑猎击一大堆嘛 所以他这个事情 就刚刚好交给这个法务部长来办嘛 他敢办吗 只有他当法务部长才敢办啊 这个案子一搞大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台湾的民调就会向上扬 对啊 所以说我当时我敢办离子票 我敢办公园 代表他没有不敢办的人 但不是 高宏安跟林之庙是小咖嘛 办柯文哲是大事情嘛 为什么有大事情 因为不要忘记 柯文哲前不久跟谁见面啊 才刚跟蔡英文见面嘛 他在北检检察长 他怎么办呢 你刚跟总统见面 我把你起诉 这讲不通嘛 现在他当了总统了 他当了法务部长了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没有问题 一条边 从上到下一条边 柯主席就等着去被起诉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一定 他一定要这样子办 然后这个事情 对国家 对整个总统的民调 对台湾的这个政治的风气 有大有改善嘛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单眼来上线